至于发脏大肆,才发愿意,空中,遍其战役,决定别臣,无上拯救者,何也?为什么?怎么这么快? 无量寿间奇心论里面,解释的很惊讶,讲得好 无量寿间奇心论,是乾隆时候,彭尔林,他的著作 在中国文的九种无量寿间,他算一种,他不得诸解了 自用其意,而简直至如下,没有完全照照,重要的照在这里 一切佛徒,玻璃众生,一年勤健心,二得成立 那这是根本的原因 极乐世界也不例外 是众生一年勤健心成就的 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有一年勤健心 那阿弥陀佛带头 弥陀建立这个世界 释放众生往生的人,都把他一年勤健心带到极乐世界 这个意思,要懂 发脏大死 发辞宏愿 只为破除众生 忘之 开闲当人 本有行量 令知净土 即使发信本人 非从外得 何一顾 那何一顾是提着问题 这个话很重要 为什么 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 对于极乐世界 丝毫不怀疑 为什么 迷陀 自信 跟我们自己的自信 是一不二 他先前东西 就是我们自信 没有两样 发信本人 这一句话说得好 非从外得了 都是自信 情景 心当中 流来的 流出来的 为什么那么好 念头好 我们一些好念头 没有人启发我们 把他忘掉了 现在这个社会 为什么这么乱 谁在教 中国几千年来 也知道蛮清楚你 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神贤教育 父母教啊 老人教啊 老人不管是谁家的孩子 见到都会教他 学校 学校教啊 那个时候的学校的师叔 师叔 老师教 同学在一起 认真学习 那所以根扎得神啊 古时候有一句言语 叫三岁看八十 三岁以前扎下的根 八十岁 就是到老死都不会改变 根深蒂固 国家奖励 教学 教得好的 出人才的 考中举人的多 考中静思的多 征服奖励 现在谁教 父母不教了 父母都有工作 请个用人来教 用人怎么教 用人怕小孩吵闹 把他放在电视面前 电视打开 于是电视就教了 四岁五岁 就网路教了 电子游戏机了 叫他 叫什么 杀到英王 全叫坏了 所以今天世界乱成这个样子 媒体有责任 媒体如果叫正面的 无量功德 将来他们 什么愿都没有 他也升天了 这天人 像天父啊 如果所播的这个 内容是负面的 那就是无间地狱 地狱天堂 随你自己选择 真的不是假的 人不是不想好 找不到好东西在哪里啊 我们用这个东西来 讲经 红阀教训 老四教的 六十年前 房东没限制 那个时候电视 黑白电视 没有彩色的 啊 告诉我 这个东西 像水一样 可以载舟 可以复舟 他本身没有任务 你不复舟善的 以善教化社会 教化众生 你不复舟是反面的 你就在制造动乱 制造犯罪 不能不知道 阿妮陀佛 阿妮陀佛 阿妮陀佛